王妍安 洪元好 秘書長跟部長好 今天早上已經有非常多委員 對於我們現在要設置的 這個行政法人 直通安全科技中心 提出過很多的質疑 我相信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很多長期關心 國內整個資安體系的學者 在報紙上面所發表的評論 甚至包括 現在這個中心其中的一名董事 也是我們中研院的院士 今天在接受自由時報的訪問的時候 的一些看法 我相信秘書長跟部長都看了 我現在要比較 針對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 就是說剛剛有委員 剛剛周委員有問到 就是今天這個臨時提案 A案 說新聘的人要凍結 但是你們現在已經聘了118個人是不是 115位 那本來在吃測會下面的 計服中心的人員是不是全部都移過來 是 那請問你們這個 人事的聘案 什麼時候完成的 人事的聘案 我們去年那個聯席會議 就是要求說 原來的 沒有啦 我現在要問的是 人事的聘案什麼時候完成的 具體的日期 記者這個是不是請說明一下 執行長 委員我們目前這個人事的聘案 還在處理中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說還在處理中是 是因為當初 已經完成了聘任的程序 還是還在處理中 還在處理中 所以還沒有完成嗎 是 那所以今天這個A提案 是不是包括所有沒有完成的人員都要凍結 還是你們主觀上面的解釋是 只要在處理中沒有完成的都可以繼續把它聘完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我們的 因為當初的 所有的資撤會的人員的離職 是定在3月31號 所以他們現在還在資撤會下嗎 現在還不是這個行政法人 所聘的人員嗎 是 那因此今天的A提案 在人事還沒有完成以前 英語先凍結 包不包括資撤會裡面的那些人 我現在要具體問你的問題就這樣 因為剛剛有委員問 你們給委員的答案是說 那個東西都已經聘完了 然後好像讓今天的A提案不會急於那些人 但是這件事情要問清楚 過去的這段時間 這麼多人提出了 這麼直接的質疑 今天有委員提出了這樣的提案 剛剛也通過了 但是我們在這個 提案的設成範圍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也就是在資撤會祭福中心的人 到目前還沒有完成聘任的程序 對不對 這樣子 剛剛委員那個問題 就關於新聘的人員就是 當然不是現在在處理的 這個就是柯委員他有跟我討論過 就是原來的人就是 就是把他用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說原來的人不算新聘的人員 請問原來的人他們本來 現在所屬的契約關係任職在哪裡 他們現在是不是任職在資撤會 對 現在這一次 好 那我再進一步問 現在既然任職在資撤會的話 對於這個行政法人來講 算不算是新聘人員 當然算是新聘人員啊 我們現在是用移轉 不是用新聘 你說從一個資撤會那邊的司法人 移轉過來這邊的行政法人 你用的概念是移轉喔 對 那個你們把聘那些人的契約 等一下喔 把聘那些人的契約今天開會結束以前 可不可以提供一份出來 因為我今天第一次聽到這麼新穎的法律概念喔 在司法人下面所聘的受僱人員 用移轉的方式到行政法人來 請你們把契約先提供出來好不好 可以 好 第二個 你們今天在業務報告裡面喔 去提說 按照立法院上一次大院的決議 說要原班人馬團進團出 你們今天在科技部的報告裡面 是不是這樣寫的 沒有錯 我現在要問的是 所謂團進團出原班人馬 本院啦 因為你在報告上面是寫大院嘛 本院何時做過這個決議 是建議吧 誰的建議 我們來查一下那個 我可以直接跟你講啦 會議紀錄我已經全部看過了 只有一個人這樣講 叫呂學章 其他委員會 在那個委員會既沒有做成決議 更何況是本院 要求你們這樣子做 只有一個人這樣講 在會議進行的過程當中 他發表他的個人的意見 結果你們把他個人的意見 拿來當令見喔 直接不用透過任何的審核程序 原班人馬就要移過來 如果今天資安的事件是這麼重要的事件 可以用這麼草率的方式來應對嗎 我再具體的問一次 你們現在正在辦理當中 現在我們剛剛已經理清楚了 都還沒有做完 你們現在正在辦理當中 所謂資策會計服中心 移轉過來的行政法人 請問你們要不要接受他的移轉 你們考核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原則上當初就是希望 我們不放棄既有的這些技術人員 所以現在裡面所有的人 在沒有任何客觀考核標準的情況之下 因為上一次有委員這項題要團進團出 所以就原班人馬不用經過任何的考核 沒有任何的標準就直接接受了 是不是這樣 因為他是原先的既有的技術人員 所以我們認為這些人都是非常優秀的 本來的技術人員是資策會聘的 資策會是一個司法人 今天一個行政法人 這麼重要資安把關的工作 你們沒有任何客觀的考核標準 就按照一個委員這樣子講 就整班移過來 也不是 因為他本來就是這一個單位 來技術把它法人化 沒有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時間到了 我也不好意思耽誤其他委員的時間 等一下可能會有其他委員接力下去 但是我在這邊表明一個態度 今天的A提案 第一個提案 你們沒有聘任完成的人 通通都包含在裡面 哪有現在開始跑程序還沒有完成的 就算已經進來的 不可以這樣做 不過當初我們的性質就是 原來的人員盡量到這個行政法人 好 請回 好 我等一下來做財事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 管碧林委員